教育会议分组讨论中的如何发挥教育功能加强心理建设小组 由李源处、张明哲、谢又华担任召集人 李焕丘畅焕、郑心雄等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谢又华在会中建议 希望确立电视在心理建设中所担负的任务 同时他认为电视不是全体的教育工具 必须遇教育与娱乐 在雅书共赏的节目中发挥教育的功能 会中也建议三民主义学科要放在一般课程中发挥传授的功能 如何提高学术研究水准小组 由全次量谢明山、林新疆待任召集人、王文农、贾复明等参加了研讨 会中对于发展研究所教育方面 认为现有的每一个理工研究所经费是45万元 文法科是25万元 仍然不足以提高研究的水准 同时希望多容那合格的师资 参加国科会五个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 对留学办法的品德证书 也希望改为推荐书 如何改进师范教育小组 由张宗良、郑通和廖长怀担任招集人 林本、中量中等专家参加研讨 会中建议教育部要封设一个主管师范教育的单位 掌理全国师范教育事宜 对于师范校院单独招生意见 不断成的认为会破坏连招公平的制度 对于师范生公费 一致认为应当保留 并且提高公费待遇 对于师范教育的单位 对于师范教育ς